海军陆战队,为何要把总部驻地设在广东潮州? 军改中其还有哪些提升? 大家好,我是启明,本期话题,海军陆战队 我国海军陆战队在军改前,只是海军之下的一类特殊军种,并且编制规模有限 只有主要配属给南海舰队的两个陆战旅,以及东海舰队的少部分两栖侦察部队 总兵力满打满算,最多也就上万人 但是军改后这一情况发生了变化 海军陆战不仅增加了编制或编成军,成为海军管辖的一支正军级部队 而且也相应地建立了领导机构和指挥机关 海军陆战队军改后的编制是怎样的? 首先是整合了南部战区和东部战区的所有陆战力量 由原先的两个旅增加到了八个旅编制 其中包含六个陆战合成旅和一个特种作战旅 以及一个航空旅,其总编制兵力人数更是超过了四万人 而且已经发展成为拥有普通陆战步兵和炮兵、装甲兵 以及侦察通讯、工程防化和防空突击等兵种在内的合成化集团军 更重要的是其组建了专属领导机构 由海军总部之下增强了其独立性和指挥效率 海军陆战队领导机构是如何设置的? 按照类似于陆军集团军的方式,设置有参谋部、政治工作部和保障部等下设职能部门 同时也首次出现了专职的军政主官 即正军级少将的海军陆战队司令员和政委 另外还有多位副军级少将的副司令员、副政委和参谋长、政治部主任等职位 共同构建了海军陆战队的高层领导指挥架构 不过其总部机关被设立在广东省最东北端底潮州 让许多人不知道其中的用意